王毅川真的行程滿打 真的耶 來看看韓國瑜上凱道 三民進黨的王毅川 每天耍寶 表現極其的囉 來 他講話很毒耶 他昨天在凱道用了三分鐘 罵我 他在罵我的同時 我正在講述 為什麼不可以讓韓國瑜當立法院長 我在高雄的三民公園 一下台人家跟我說 剛剛韓國瑜罵你 他怎麼說呢 他說這個民進黨的不分區 說什麼搶救王毅川 王毅川每天在電視台耍寶 表現極其的囉 極其的囉 還有蹲下去 跟那個可憐 那個都是他的語調 可憐 極其的囉 好 那被耍寶天王 講成我很會耍寶 這個我真的是這個 要哭也不是 要笑也不是 因為韓國瑜耍得飽不夠多嗎 韓國瑜用膝蓋走路 當市長跑去爬樹 然後跑去地下室喝漂白水 聞 聞漂白水 他只有聞嗎 只有聞 還有一個很厲害的 用頭開那個瓶蓋 就這樣 然後最後頭開不夠還用腳 那邊踢皮蓋 踢那個瓶蓋 被一個耍寶天王講說 我我很會耍寶 到底是誰在蹭誰 昨天凱盜耶 號稱50萬人在凱盜耶 50萬人的凱盜 韓國瑜花了三分鐘 罵王毅川 跟大家宣傳 本來我們這個團隊 已經沒有什麼梗可以用了 剩下20天 尊重 剩下20天沒有什麼 你這樣子湊李正浩 尊重團隊的操盤者好不好 尊重 所以開會不喝酒 酒後不開會 你要到立法院 沒有當立法院院長 你每天就是一個立委 以前你當立委你自己說的 每人喝酒唱歌 是我最快樂的時候打打麻將 我要提醒你 你再回到立法院 你一定會回去 因為你是第一名 開會不喝酒 酒後不開會 所以我會帶著酒測器跟著你 看你有沒有在喝酒 第三個 這個講到李四川 他說什麼 什麼川 不怕川比川 就怕被看川 川川相連到天邊 李四川是我很尊敬的工程界的前輩 李四川 如果我要幫李四川打成績 我會把他打100分 我也很推崇他 他做的這些工程 我都很驚訝 我也想要請教他 李四川真的是一個人才 可是國民黨這一次提名 人才的定義不一樣 李四川應該提名第一名 結果國民黨就是要提名韓國瑜第一名 怎麼樣你咬我 李四川很優秀 李四川連34名都沒有 對啊 他我嚇了一跳 我說李四川我還放國民黨的國民黨 國民黨沒有李四川 對啊這麼優秀 結果韓國瑜還要湊李四川 他說李四川連34名都沒有 我們這裡有李四川 然後我韓國瑜說 國民黨有李四川 我就往後面 那他往後面看 沒有李四川 李四川沒有提名 不好意思 你真笑 你提李四川出來幹嘛 所以我今天就公開的邀請韓國瑜 因為算是邀請黃國昌 白色是不是容易髒的顏色 他又不贏你 然後他暴怒 因為我有跟他面對面 有對到他暴怒 叫你們那經常出來辯論 這樣好 那我現在問韓國瑜 題目叫做 韓國瑜是不是最會耍寶的政治人物 然後我當政方 我的題目 我的論述是是 那韓國瑜可以說 不是 那韓國瑜可以舉出 那些照片他都不是在刷寶 那大家來比看看 不然他舉說看誰最會刷寶 大家都把照片拉住 昨天一講完整個網路上 所有韓國瑜的照片影片 全部又出籠了 對 喚起了大家的影響 我很擔心韓國瑜又 這個如果他不信 當上立法院的院長 他可能還是會用膝蓋走路 接見外賓 接見外賓 走紅毯 我們2月1號 就是就職那天不是要走紅毯 他可以從大門 一路走到立法院的異常政見嗎 滿大一段距離 是 滿辛苦的 不是啊 沒事 沒事你講 如果下雨更麻煩 沒事你講我幹嘛 對不對 你第一名的 我14名 你嗆我幹嘛 第一名嗆第14名 第一名嗆第14名 這也算是台灣政治史上 滿難得 這一次 我跟你講這今年 最low的一件事情 就是 就是國民黨提名韓國瑜 當不分區的第一名 要請教一下鄭浩 鄭浩是搶救王毅川行動的操盤手 沒錯 然後這位操盤手 PO了一張照片在臉書 就是膝蓋頭上 趕快鄭浩幫你的大哥 讚蝦一下 對 我現在先反駁王毅川 什麼叫我們江郎採進 我們下週六就要去高雄巡演 好不好 巡演 再下一週就要環島 什麼叫江郎採進 後面一波波嚇死你 好 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大家有沒有想過 韓國瑜其實很少很少公開在 公開的場合點名任何一個真摯物 對耶 我四年前把他罵到什麼程度 他連喔 他連 我有一次錄影跟他面對面 他就住我正對面 他都沒罵過一句喔 他一句都沒有罵過喔 還是嬉皮笑臉的喔 韓國瑜是好咖嘛 好咖 為什麼 萬人造勢 不對 八萬人造勢耶 凱盜耶 是國民黨的致命一擊耶 他三分鐘罵王毅川 韓國瑜 會怕打會怕 很怕打很怕 會痛打會痛嘛 就那麼簡單啊 唉唷 王毅川已經威脅到人家 我問一下喔 韓國瑜那時候被罷免對不對 高雄是罷韓四軍制 他有沒有臭罵引力 沒有印象有啦 就算有也沒有在這麼大的場合嘛 請問 我問你韓國瑜昨天 有沒有推薦他的不分區名單任何一個人 你這樣講我沒印象 有沒有講他的未來進到立法院要做什麼政見 這個好像也是沒有啊 兩個都有啦 有嗎 他有錢從我們教育 從我們財經 從我們...都有獎 沒有... 沒有... 真的沒印象 真的有說 昨天侯友宜有去現場嗎 有啊 我跟你講林燈 林燈這就中我的技了 我的意思是 你罵了王毅川你那邊講的都是空氣嘛 都沒印象 誰會討論這些事情 只記得王毅川 那我再問 以韓國瑜的政治智商 他知不知道他幹給王毅川下去後 隔天全部都討論王毅川 裡面所有推薦不分 沒有推薦不分 那另外一回事 我也沒有拗到是加分來減分 你不要急 也不要慌 我要講的是 你前面推薦是不是全部都沒了 對 沒印象啦 這事實啊 焦點就轉移了 這事實嘛 那韓國瑜一定可以理解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這樣講 急了嘛 怕了嘛 慌了嘛 好 這一塊 王毅川是令人畏懼的對手 我先把昨天韓國瑜 為什麼要講這句話 的動機跟心裡把它剖析完嘛 好不好 第二件事情 論low跟論耍寶嘛 大家回憶一下嘛 要比專業阿川不會輸 要比問政阿川不會輸 要比學經歷阿川不會輸 跟韓國瑜比兩個 王毅川直接認輸嘛 一比耍寶二比九亮 王毅川都輸嘛 打麻將咧 打麻將可能也輸嘛 因為韓國瑜有長時間特訓嘛 十幾年嘛 因為王毅川一直有活在幹 對不對哪有空 這個記得吧 膝蓋走路呢 王毅川會不會去走兩步 不會 你先盤看看 我跟你講那很難 我瑜伽要練十年我都害怕 沒有辦法雙排 再來 第二個特技 爬樹 打麻將 王毅川爬上去看看 爬得動嗎 樹幹會斷 奇怪 你視察可登格樂 為什麼要爬樹 不知道現在有無人機嗎 或是拿場桿 有攝影機可以看嗎 你爬樹不是耍寶 然後是什麼東西 再來 你去視察鹽水 你幹嘛去喝人家水 你幹嘛去喝人家水 烏有神農是長百草 現有韓國瑜喝白水 拿汁 喝瓢白水 這個 好 為什麼去喝人家水 後面還熬沒有 只是聞 聞跟喝有差嗎 對不對 耍寶天王嘛 對不對 這第一個比耍寶輸 他穿輸 你這樣講林濤你不服氣 我沒有一個不服氣的 等一下讓林濤回應 我再給韓國瑜鼓掌 讚 耍寶天王 但是我們現在要聽聽 我們現在就有高雄的在地里長 我還沒講 還沒 他要比撈 比撈 韓國瑜的身分是什麼 我想問大家 100年之後 某一個大學政治系開了 中華民國政治史 韓國瑜進到這個政治史的篇章會在哪裡 他會進嗎 他一定進 被罷免 被罷免 中華民國史上第一個被罷免直下是市長 空前而且搞不好絕後 100年之後 那本書 那一張就一個韓國瑜 然後封面是這個 因為膝蓋走路被罷免 這是為民流侵始有沒有想過啊 有一天 這個台灣成為民主的燈塔 世界典範的時候 外國學校研究台灣的這個政治史的時候 罷免這個章節 韓國瑜排第一名 對 然後國瑜非常厲害 提名這樣的人 當不分區第一名 第一名 所可以吸票 厲害 好 我們來聽聽他 你撈啊 好